来看第二大步 等待好价格 与A股和港股市场一样 我们根据市盈率和股息率来确定好价格 我们先来看一下标普500指数的历史市盈率 打开3w.multpl.com这个链接 直接可以看到标普500指数 现在和过去100多年的历史市盈率 另外这个网站上也可以看到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现在和历史的数值 点击链接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内容 Current S&P 500 PE Ratio 24.57 翻译成中文就是 现在标普500指数的市盈率为24.57 通过标普500指数过去100多年的市盈率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标普500指数的市盈率 主要波动区间为10到20之间 当市盈率小于10的时候 每股低估投资价值大 后期会上涨 当市盈率大于20的时候 每股高估后期会下跌 但是我们发现自2000年以后 标普500指数的市盈率波动区间上移了 2000年之后标普500的市盈率最低为15左右 是每股的估值体系发生了变化吗 这个还有待于未来长期的观察和确认 冯老师认为每股的估值体系没有发现变化 之所以出现以上的情况 与2000年之后美联储实行的超低利率导致的 每股现在的高估其实是人为导致的 我们可以看到自2000年以后 美联储的利率就再也没有超过6% 特别是2009年以后利率接近于零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到6%才应该是利率的正常水平 其实判断标普500指数的市盈率水平能否重回10到20区间 就是在判断美联储的利率能否回到6%的正常水平 如果美联储的利率能够长期维持在零附近 我们可以说美股的合理估值区间就很难回到10到20倍市盈率之间 如果美联储的利率不能长期维持在零附近 未来还是要回到6%的正常水平附近 那么美股的估值必然要回归10到20倍市盈率的合理估值区间 我们知道美联储的利率不可能长期维持在零附近 美联储已经开始加息 所以长期来看 冯老师认为标普500指数的合理市盈率区间依然是10到20 但是由于自2000年以后 美联储开始实行低利率 所以我们在判断标普500指数的时候 就不能完全按照市盈率小于10的时候买进 因为在美联储利率回归正常水平以前 标普500的市盈率是很难回到10左右的 在美联储的利率没有回归正常水平以前 我们可以用标普500指数的跌幅来确定好价格 当标普500指数的跌幅大于50%的时候 就是好价格 所以当标普500指数的市盈率小于10 且目标公司股票的TTM市盈率小于15的时候 或标普500指数跌幅大于50% 且目标公司股票的TTM市盈率小于15的时候 就是好价格 市盈率的标准明确了 下面我们来明确一下股息率的标准 对于美股投资者 机会成本是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那么我们买美股股的条件就明确了 一 标普500指数的市盈率小于10 且目标公司股票的TTM市盈率小于15 或标普500指数跌幅大于50% 且目标公司股票的TTM市盈率小于15 二 动态股息率大于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当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时 我们就可以买进股票了 在讲港股的时候 我们已经说过了 怎么看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这里再次把链接贴出来 打开3w.multpl.com这个链接 就可以看到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了